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看到196月这边的最下面 我们介绍单位方证的一个使用 单位方证的一个使用 举例来讲,I3也就是100,010,001 主对角线都是1,其他都是0 A11,A22,A33 单位方证主对角线都是1的这一种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呢? 我们观察一下,下面讲两个例子 单位方证乘上一个3乘2阶的一个矩阵 1-5,27,39 我们一样,做完乘法之后加起来 你会发现,还是回到这个矩阵自己本身 同理,有一个2乘3阶的矩阵 乘上这一个3阶的单位方证之后 2-12乘起来之后,还是会回到2-12 5-6-7乘起来之后,还是会回到5-6-7 都会回到自己本身 所以当我们去做运算的时候 单位方证就好像我们一般数字乘法上的1一样 数字乘法上的1一样 我们看到197的说明 197的说明这边 任何单位方证in都会满足什么 如果a是m乘n阶的矩阵 则a乘上in会等于a 相反的im乘上a也会等于a 所以他发现他乘了之后都会回到这个矩阵本身自己 第二个,如果a是n乘n阶的矩阵 那么ain等于in a都等于a 还是回到这个a本身 还是回到这个a本身 所以单位方证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这样的一个好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应用 如果把图像辨识系统的一个处理 移动的一个侦测呢 看成是m乘n格的像素所组成 我们用黑白做代表的话 每一个像素从0到255的值 0代表全黑,25代表全白 例如图2这边 它就会写成一个a矩阵 黑的是0 白的是255 所以a矩阵就是025 255 0 255 0255 就变成像这样的一个 好像一块磁砖这样的一个 黑白格的一个图形 好,那么 这个图形 我们如果乘上一个特定矩阵 就可以让它产生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让这个黑白格的部分 会产生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下面的实际的例子 它有例子7 我们看到例子7这边 假设a矩阵就是我们已经设定好的 这个黑白格的这个矩阵 3乘3的一个 3乘3的一个矩阵 那么t矩阵是001 100和010 求t乘a之后的一个矩阵的答案 并画出对应的3乘3格像素的图形 所以t乘a我们就直接乘哦 t乘a001 100 010 乘上0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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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一样 横列直行画起来去做 对应相乘再相加 对应相乘再相加 所以第一个数字是0 没有问题 第一行乘完再乘第二行 001乘上这三个结果的话呢 会有一个255 在001再乘第三行 02550的话 刚好又全部都是0 好第一列乘完 我们得到02550之后 再来100乘上第一行 那么结果还是0 在100乘上2550 会有一个255 好再来 100乘上02550的话呢 它还是得到0的答案 还是得到0的答案 好再来第三列这边 010乘上02550的话 刚好得到一个255 得到一个25 在010乘上255025的话呢 会得到0的结果 因为每个数字乘起来都是0 在010乘上02550 乘起来的话会有一个255 好所以这时候 T乘A的结果就变成的是 02550 02550 2550 所以对应到我们刚才的设定 0代表全黑 25代表全白的话 它的图形就转变成为像这个样子的一个图形 从本来是一个 一个黑白黑白黑白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就转变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图形 新的图形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198页的水耀念习 我们看198页的水耀念习这边 198页的水耀念习这边老师会把它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写起来比较多 来我们看198页的水耀念习这边 它说呢 依照 立体7的一个结果 我们继续去计算什么 T乘T乘A的一个矩阵 并画出它所对应的图形 也就是算T乘T乘A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T还是延续立体7的结果 是001 100 010 然后呢一样 0代表黑色 25代表白色 所以A矩阵的方式跟前面立体7一样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解法有两种 第一个 因为你是T乘TA对不对 T乘T乘A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说 我如果先把后面的TA来做 TA的话我们在立体7已经有这个答案了 就是025 0 025 0 25 0 对不对 让它再多乘一个T 所以 虽然那期有点类似在 帮我们验算一下结合率的感觉 我们先把TA去乘起来的结果拿过来用 001 100 010 乘上这个TA的答案 然后一样我们横列直行去做相乘 横列直行去做相乘 那么这样乘起来结果会得到255 同理001再乘上255 255 0的话会得到 乘第二个的话会得到0 因为刚好两个0配上这边 在001乘上00255的话呢 就得到255的答案 好第一列乘完再乘第二列 100乘上00255会得到0 100乘上255 255 0会得到255 100乘上00255会得到0 在第三列 010乘上它的时候会得到0 010乘上2525 这边中间25得到一个255 在010乘上00255还是0 所以这时候就会得到一个255 0255 0 255 0和什么0 255 0的一个结果 好那这个结果我们如果去画 它的一个 黑白格的一个关系 我们用蓝色的去画一下 好这边 255代表是白色 0代表黑色对不对 所以这边我们把它画起来 有0的都画黑色 我们要画斜线代表 好去画斜线代表 然后这两个也是去画斜线代表 好所以这时候 所要练习的这个结果 好 TTA所得到的这个图形 就变成的是 白黑白 黑白黑 黑白黑这个结果 好就得到 变成说这个黑白格的一个呈现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 好不同的效果 来第二个做法怎么样 你T乘T乘A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TT算出来 T跟T两个先乘完之后 再跟A去做相乘 我们检查一下 T乘T是什么 001 100 010去做相乘 所以一样第一列 第一行去做相乘 这样乘起来结果会得到 010 001 100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我们再让它去跟 A矩阵做相乘 再让它跟A矩阵做相乘 所以第一列 010乘上02550 会得到什么 0 1乘25 25 好在010乘上255025的话 刚好都对应到乘到0做0 好在第一列 010乘上02550 刚好中间这个25乘出来了 好第一列乘完乘第二列 001乘上02550 这个第一个是0 在001乘上255025 第三个25有25在这边 在001乘上02550 刚好每个对应乘起来都是0 在第三列 100乘上02550还是0 100乘上255 这边有一个25乘到了255 然后在100乘上02550的话还是0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第二种做法的话 先把TT乘起来的这个结果 再跟AG做相乘 它跟我们第一种做法 TA乘起来之后 再和TG做相乘的结果 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好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我们所以从事要逆时这边 可以去稍微检查一下 好这个符合我们所谓的叫做结合率 好这边的结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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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的结合率